另外這個指揮中心來選擇 要讓六月到十一月的小朋友來煮一半 這兩五十米客的莫德納 是應付到部分的家庭的補充和擔心 因為美國到達都要去做這個莫德納 家庭是希望政府 趕緊來營進到自動辦的BNT的疫苗 但是中央研究員的研究員 和美鄉說BNT不比較好 他來營用到美國的研究 說這個自動煮十二期的BNT 對抗到Omico的效率不夠誤聲 而且三禮拜後 平均的效率含十二% 不過這樣說也去讓網友打成 說這個和美鄉營用的這篇研究 也不經過深夜 不應該這樣就來斷定BNT不比較好 回頭來說這個莫德納 政府總統丹建仁說 已經有很多國家都讓孩子住莫德納 所以家庭不必擔心 孩子在晚上好 本酒精小毒 牛體溫 每個地方都要做 本土已經新聞 近前幾回中心選佈 未來六月到十一歲的孩子 可以煮五十米Q的莫德納以風車 只不過個個孩子 大多數是會隨BNT以風車 很多家庭就在煩惱 孩子煮百多的莫德納 保護後日和副作用也沒有影響 輝瑞因為用了嘛 它只有十米Q 所以用了之後看起來那個效果 就是預防感染的效果快速下降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也就是一個原始豬的疫苗 然後現在用來預防Omicron 當然它是非常的... 它的抗原性差太多嘛 透霸的感染比較好 中原人研究完和美鄉用美國研究的所謂說 輝水以風車煮五歲九十二歲的孩子 仍然不夠五十歲的效果 而且過三禮拜後 平均效果仍存十二% 不過網友取得關門費用 這邊文章也不會經費深測 而且是新研究也不會讓證實 不應該讓當作是醫療的尊重 雖然他還在討論說 莫德納里董以風車五十米Q 效果比十米Q的輝水效果更好 其實有很多的國家已經有在使用莫德納 所以我們的專案流行行指揮中心 已經做了最好的安排 六到十一歲的兒童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他是有進行過一個完整的臨床試驗 他做的是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分成兩組 一組是打安慰劑 一組是打疫苗 然後去測兩組之間的免疫生徵訊 以及他的副作用 那結果就是說免疫生徵訊是相當的好 今年在過美國開放主 回遂離黨以風車 所以在第二月後就開始 今年離過韓國三個日本都開放在風車 我告訴你 今天以風車要有選這個款 因為疫苗的好辣 和今天安全性都要很緊張 聲聲不醒 宏觀視野 我是昇宏 想要看體育新聞就要趕快看華視新聞 趕快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